你老實告訴我 你有個多少個女人 女人 哎哎哎哎哎 我裝啊 就你這樣有錢有勢的 還能缺女人啊 窯子裡女人算嗎 窯子裡啊 你知道你為什麼找我了 就是窯子裡的滋味嘲膩了是吧 想換換新口味才找我的是吧 我先做好了 那你給我說說呢 我這不喜歡那的環境 還叫環境啊 沒去過窯子你知道 都是交易沒任何感情來 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 感情 怎麼了 從你這狗嘴裡說出感情 這兩個字 哈哈 怎麼那麼豪秀 我怎麼就不懂什麼叫感情啊 我是一大活人有血有肉的 我怎麼就不懂感情 我也知道疼 我也受過苦 你怎麼會受過 暫時會哭的 交給我聽聽 這可是給孩子看病的錢 看今天是交保護費的事 就不能再快線兩天嗎 孩子發著傷啊 你懂什麼 到日子交不上錢 一家人都得去喝西北風去 哎老闆老闆娘 這項收藝不錯吧 託您的服務 這是我們這有的分錢 你太客氣了 再玩兩天也沒事啊 應該的應該的 您收好 哎好 行那我走了 這位兄弟 你這收的是什麼錢啊 保護費啊 保護費 你們這收的是黑心錢 這連頭 兵荒馬亂的 老百姓做的小生意容易嗎 他們就為了養家糊口 有時候連飯都吃不飽 還有 你現在手裡拿著的 是他們兩口子 為女兒治病的救命錢 你連這點錢都不放過 你還有良心嗎 你自己有手有腳 幹嘛不自食其利子自己生活 楊維先生 你們一定是外地來的 我們這裡的規矩 你們不知道 我不管什麼規矩 我只知道 這是壓迫 剝削 小兄弟 我看你也是窮苦人出身 窮苦人 幹嘛還欺負窮苦人呢 老闆 老闆娘 對不起 我不知道這個錢 是給你們孩子看病的錢 你們快拿這個錢去看病吧 小時候 我們家裏很窮 我爸為了養活我們一家人呢 就自己來上海找活幹 只剩下我 我媽和我姐的家 頭一年的時候 我爸還能往家裏邊寄點錢 但是第二年啊 就連信都沒有了 所以我媽就帶著我家 我 我姐來到上海找她 可是找來找去啊 沒找著我吧 我媽還受病了 後來就死 從此呢 這上海灘燕營上 就多了兩個孩子 兩個孤兒 就是我和我姐 後來遇到柯爺了 姐姐跟了柯爺 我就順理成章的進了曹王 眼睛可憐的 沒什麼可憐 這就是命 老天要你這樣 我沒得選擇 就像我進曹王一樣也是沒得選擇 但是 如果老天能讓我再選擇一次 我寧願 我爸當時不來上海 又或者是我媽不帶我和我姐來上海找他 這樣我好像有個家 至少還有個家 明白了 你其實就是想有一個自己的家 想有一個完整的家 感受一下家的溫暖 你覺得 他們給不了你 哎 但是我也就奇怪 你說上海他那麼多女人 那你幹嘛找我呀 我能給你溫暖呢 我覺得 我還不如那些女人能溫暖溫暖你呢 你的性格 你的脾氣 特別特別像我媽 我的性格 脾氣 像你媽 像 你知道 在上海這個地方如果一個女人 沒有點脾氣沒有點性格 你怎麼能站得住腳怎麼活 不要記住一歹 你就是你 你覺得你的身份 但不相信我也要 但是你相信我 一定的 你不足 你不用了解 我不是 我坐下 來 咱倆是酒友知道嗎 我才在這聽你說這些廢話呢 哎你別想多了啊 酒友 酒友 沒了倒點 我知道 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永遠都比不上同飛 即便是酒友我心滿意足 你要是再在我面前提這個人的榮子 你信不信我給你翻臉 不提了 總統大學姐總是以後 我們董事長 一直沒有人上來 這樣可不行 要不 都別管他 他得學會自己站起來 是否 吹不盡 似水流綿 相遇在亂世蒼茫的邊緣 是否還記得 昨日的誓言 是否 是否 眼中 還有留戀 還有留戀 誰在黑夜之中 醒來 等待黎明來臨時的花開 來臨時的活動 外遠同志到根據地了嗎 巡親日同志已經匯報了 外遠同志已安全到達了根據地 並且已經開始了業務上的培訓 據根據地的同志說 外遠同志的進步非常快 已經沒有過去大小姐的味道了 嗯 外遠同志總算是成熟了 老董事长如果看到万言的今天 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 日本人那没有什么同情 我派去监视日本人的同志 回来汇报 日本人最近很消停 似乎没有什么大的举措 继续监视 是 最近和江根有接触没有 接触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江根同志 对劳苦大众有很强的同情心 就通过这一点 我觉得他可以发展成我们的同志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不过他有一些弱点 第一 他太听他大哥的话了 他大哥让他去收保护费 他就去收保护费 就是说他大哥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第二 江根性格上还有一些懦弱 你真的什么看江根吗 从目前接触来看 是这种情况 那就再接受结束吧 好 他会给你惊喜的 现在万家码头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们的工作已经恢复了正常 眼相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搞清楚同飞的身份 拿回保险箱的钥匙 取出保险箱的情报 江根是个吐包口 毕竟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明白 谁怎么欺负你呢 我找他去 二哥 没人欺负我 我说嘛 在上海他谁敢欺负咱们呀 不过你放心 以后有人敢欺负你 你找我啊 我弄死他 没人欺负你 你搭了个驴脸你干吗你 我不想去收保护费了 不 大哥当初让你收保护费 你不是答应得挺好吗 说不去就不去了 那是剥削 我不想做寄生虫 我也是穷苦人 我为啥要欺负穷苦人呢 你过来 站着 站着 什么削 剥削 剥削 剥削啥意思你懂吗 还甩上了你 收保护费 那是江湖上的规矩 你不说自然会有人收的 肥水不留外人田 这道理你不懂啊 反正我不管 我反正我不管 站 站着说 跑什么跑你 反正我就不收保护费了 我有手有脚的 我能自食其力 你们要是不答应 我就回江家村种地去 你还有地吗 有 几亩 两亩 有这蛋吗 没有 那不结了吗 大哥 他不收保护费了 你这样吧 你上那个码头上做建工 看谁偷懒往屁股上抽一遍的 行不行 监工就监工 反正不收保护费就行 你什么玩意啊这是 大哥 他还不收保护费了 那几条线的保护费谁收啊 那我就让小辣椒去收 大哥 我怎么看你好久没去上上上班的 你管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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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不上班我饿着你了 我跟着睡我觉 你跟着叨叨什么玩意儿 叨叨什么玩意儿 你什么玩意儿你在这儿 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儿啊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我再好好说啊 怎么回事儿啊 不是 你们俩都没想到 什么意思啊 合起来欺负人是吧 这是我家 我不会兄把他点了 你还来劲了是吧 来劲怎么了 头发长见识端 你等着我接着去找伙计 什么玩意儿你 太子哥 慢点 老爷 老爷 老什么爷啊 这不是你把房东我点了 算是能吗 把房东我点了 行行行行行 行了行了行了 那行 我本事跟自家的仨谱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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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啊 小说出去 你明知道他心里难过 你还刺激他 是我刺激他 还是他刺激我 成亲那天 我替他挡酒 这杀手的枪一响 他立马把我晾在一边 想都没想 就去保护那个小妖精 自打那个万家小妖精 消失了以后 要么整天整天不回家 要么回家了 就脸拉着个长白衫似的 我知道他心里压根就没我 他就想了那个小妖精 不行 我非得要跟他说道说道 快快快快快 你讲不讲道理 你讲不讲道理啊 我怎么讲道理 你是我弟弟 你心里到底像是谁 我当然像是你呢 我的亲姐姐 但是你心里比我心里清楚 我大哥喜欢的是万家的大小姐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这男人心里呀 你们这男人心里呀 都喜欢女人那股骚味儿 我们男人就喜欢这样了 姐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你想不想把我大哥的心 引回来 姐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想不想把我大哥的心 你要是想把我大哥的心引回来 你就改掉你这个脾气 不要跟母老虎下山一样 你别忘了 这里是上海 不是洪隆寨 我改不了 我这几十年的脾气了 我改不了 我改不了 姐啊 我的亲姐姐 哎 麻烦你没事啊 去街上转转 看看那些女人 花枝招展的 多美丽啊 你在屋里待着 那就发霉了 美方 你以为我愿意 在家里待着吗 我都这样了 我怎么见人 姐 你这样怎么了 不是依然很漂亮吗 很美丽吗 出水富容 一表人才 多美丽多漂亮啊 姐 你以为你跟我哥结了婚 赢得他的人 能赢得他的心吗 我哥是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清楚 吃软不吃硬吗 哎 该交保费了啊 他们在这里做生意 向政府纳税天经地义 凭什么要向你们交保费啊 这是我们的地盘 在这里做生意 就得遵守我们的规矩 我不知道你们的规矩 我只知道 这里是国民政府的地盘 我们遵守的是中华民国的法律 这位先生 能乡下人吧 哈哈 我跟你说 该干嘛干嘛去 这不该你的事 那边去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今儿这闲事啊 我还就管定呢 哈哈哈哈 他就管定了啊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就看你管管 你就管管管管管管管 管吧 哈哈 可疑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老百姓 这兵荒满乱的 我们做点小生意养家乎客 容易吗 可他们 他们这是近深仇 既然骑到我们头顶上欺负我们 压迫我们 找我们收保护费 你们说 我们答应不答应 他不是 他不是 哈哈哈 看到了吧 我跟你説啊 該幹啥幹啥去 沒你的事啊 別說跟你不客氣 各位兄弟姐妹 我知道 你們是被他們欺負怕的 不想惹是生非 只想本本分分做生意 養家糊口 可是你們知道嗎 如果今天你們選擇了退縮 那他們明天 他們會變本加厲地欺負你們 讓我們永遠抬不起頭來 是啊 不是 我說這位先生 你說話有點太過分了吧 我只知道一句話 邪永遠不會壓折 各位兄弟姐妹 只要我們團結起來 就沒有人敢欺負我了 看來今天我不給你點顏色看 你不知道馬歐一三隻眼 你們兩個拿下 我看你們誰敢 我跟你說啊 別上臉啊 我看誰敢上臉 我跟你說誰敢過來 我跟他沒有玩 不要打 我跟他沒有玩 過來來來來來來來 別打了 別打了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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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出來了 你 你還 你還躲是嗎 來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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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倒給你了來 沒事了 看看你的傷 你還要出來了 回來了你 你還要出來了 辛苦了 都讓電話打撞 打了你 別別別打了 我回來了 回來了 你看不到打了 過來 站著 你站著沒事 別怕 別怕小老舅啊 沒事 來沒事 你說你 收個保護費都收不好 將來大家怎麼混呢 是不是 是是是 咱都沒面啊 對不對 對對對 把這事趕緊解決了啊 那 那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你問我呀 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事吧 啊 那就這麼算了啊 來 你讓我戴上槍 我一定要把面子給你登回來 你讓我戴槍你 你戴槍你 你戴什麼槍呢啊 還嫌事不夠大是吧 戴什麼槍呢你 啊 多帶點人 把面子給我找回來 你也行 去 等我好消息 回來 沒事走吧 走吧 走啊 把家伙手打給我 沒辦法 偷家伙 跟他沒辦法 你們給我挺好啊 給我黑暗地打 給我私底打 給我拼命地打 還說給我挺手 給我挺手 幹啥呢這是 小辣椒 咋回事啊 三哥你可來了 你咱也正是時候啊 你看我來收保護費 他們阻止我們 而且組織這麼多人 打我 你可打這熊羊 你看活該你愛打 誰讓你收保護費來了 他們都是在這街上 做生意的小生意人 這 這都是街坊鄰居 現在這世道 做點小生意 養家糊口不容易 你找他們收保護費 你良心讓狗吃了你 三哥 你是拿一貨的 他們打死我 這些做小生意的 他們都是窮苦人 你也是窮苦人出身 還當過叫花子 你也沒少受欺負 你現在翻身了 你就來欺負窮苦人了是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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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 你們哪個不是窮苦人出身 現在就來欺負窮苦人了 難道你們忘了當時 你們咋吃苦受欺負的了嗎 都給我回去 你也回去 三哥三哥 你要我回去 我怎麼跟二哥交代呀 別別別 三哥三哥 別別別 別別別 謝一會兒謝一會兒 謝一會兒 快走 我走走走 回去 走走走 走 你快走 二位簽著 實在不好意思 今天的事情你都看到了 江根為了保護馬頭那些窮苦人的利益 不惜和小辣椒翻臉 你覺得 他也是個生性懦弱的人吧 我真是看左眼了 我真沒想到 江根會拿著槍指著自己的兄弟 同飛兄弟三人中間 同飛和小北風 都屬於比較強勢的人 江根生活在他們的陰影裡 仍然感到有一絲懦弱 這很正常 但是江根長大了 他有自己的個性 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今天他能挺身而出 你放心吧 我一定完成 上級交給我的任務 把他培養成 一個合格的戰士 我今天來找你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自從蔓延離開以後 同飛和小辰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但是 我還要提醒你 你是一名共產黨員 同飛 畢竟是黑幫分子 你們之間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同飛加入曹幫 是被情勢所逼 一方面 他要保住萬家勝勝 另一方面他要找到老康 我對他的好 不僅僅是個人問題 更主要是工作方面的原因 我想向上級部門請示 告訴他我的真實身份 拿到博然香的鑰匙 不行不行 這個絕對不行 組織上不會同意的 這也是為了你的安全考慮 就是有威脅 這個血也值得一謀 這樣吧 我們還有一個辦法 我來扮演老康 你 合適嗎 合適 我和同飛交過什麼 還救過他們兄弟 他不會產生懷疑的 曹幫 不是也一直在找老康嗎 那好 我們就給他一個老康 你說說你你說說你 你自己不去收保護費就完了 你還幹上一小辣椒 我就是看不慣你們欺負窮苦人 我們怎麼欺負他們的 他在我們見面上做生意 我們收點保護費 天經地義 我們怎麼欺負了 我們人人要保護他們 你懂不懂 我 我不管 你們你們就是欺負他們了 大哥 你管不管 你管不管 我們商事現在雖然不缺錢 也不缺點這台保護費 但這小子胳膊手我賣管 你管不管 我這是幫你不幫親 什麼叫幫你不幫親 就是幫你不幫親 什麼叫你什麼叫親 你給我解釋解釋 我就是幫你不幫親 什麼叫你什麼叫親 你幹嘛呀閉嘴 有完沒完了 出去跑 出去吵架 少說兩句吧 你們倆都別人大怪生氣 看我家上癮呢 是啊 不就是有點保護費嗎 這算什麼呀 趕緊走 出去 走走走走走 小北方 你也走 走 他們倆可真是的啊 你也吵架 房間 你去金錢 fáceau Mission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你知道吗 你看姐夫 她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你还管不管 她还是不是你男人啊 我能管得了她吗 我软的也是了 我这硬的也是了 我半拉不硬的我都是了 这不管用啊 什么叫不管用啊 我问你 你还是不是女人啊 在她面前我还是女人吗我 我了吗还一肚子火了我 你 姐姐你别生气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再不管就废了 来车香香 来吧 知道了 我会寝食科业的 什么事啊 我说 你别生气 我说我找到老康了 抢虎头帮军火的人就是他 老康 童非要找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他 现在怎么办 抓住他 给童非送过去 给他一个人请 我都写什么呀 真也不像这首级 我小本封是这种人吗 是因为钱的事吗 我也想不相信 不不不不告诉总经理 你喊那么轻点啊 你吓死我啊你 是是是 总经理 我们调查清楚了 这次领头那事的 是一个乡下人 这个我想啊 只要咱们把他给干了 就什么事都好办了 蛇乌头不走 对对对 鸟无耻不飞 是是是 什么是是是 蛇乌头不走 什么意思啊 蛇 蛇要是没脑袋 他爬不了啊 来就是爬着呀 鸟无耻不飞 什么意思啊 鸟要没有翅膀 它就不是鸟 它怎么能飞呢 还用你解释吗 没文化 你这 什么玩意 是是是 你去 搬利索点 快点 好 听见了 下回说话声小点 小 是 走去 蛇乌头 是不是也能走吗 怕了吧 不用怕 有人想见见你 跟我走一趟吧 有人想见我 那也得问问我同不同意 那就由不得你了 就凭你们几个 上 你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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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哎 去去去去點 去去 去 阁下就是码头的总经理 江根的二哥吧 没错 你身手不错呀 你是哪个道人呢 为什么跟我兄弟过一步去啊 不是我跟你们过不去 是你们跟穷苦百姓过不去 我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阁下贵为码头总经理 我听江根说你也是苦出身 现在飞黄腾达了 应该给穷苦人做点好事 不要欺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 你说完了吗 说得比唱得好听应该唱戏 说吧 你还有什么目的呀 目的很简单 这几桥街上的商贩 以后不要再收他们的保护费 我就没拿这点保护费放在眼里 你闹完事打完我兄弟 就想一走了之 你也太不给我兄弟面子了吧 我听江根说过 你是个要面子的人 那好 你说试看 要什么面子 在这儿跪下 给我磕一百个想头 我当这事没发生 我要是不答应呢 身手不错 还行 你还要是不答应 苏州河还是黄渡江 你选一个归宿 念你是一条好汉子 我给你留个全尸 给你十秒钟 来选择 住手 黑五爷 您替他出面 这个人你不能杀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你大哥 一直要找的老康 我杀过你大哥 救过你姐和江根 十六铺码头的兄弟 我救过他们的命 你忘了吗 行了 回去接着想吧 柯爷有命令 把这个人给你大哥带过去 听候他的处着 老康 后院老宅 关门 你们都先下去 下去 你也下去 我就不去了 他共产党万一 在门口守着 那我可以说 那个只能把他与这儿 你经过还有 condemnation 但你也是 你也认为他们的 坐着 我稍微的 为什么我 LOC 我爱一家 就欠缓给你 你温意 你爱你 你爱你们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bon 你是共產黨啊 怎麼 你要把我交給國民政府嗎 你知道我是誰 萬家商社董事長 曹邦梅華堂堂主同飛 你不是老康 龍先生 這個 你應該不會忘了吧 那天晚上為什麼殺我 那天晚上為什麼殺我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也沒回答我的問題 佟先生 你以為你們曹邦能找到我 是因為我特意留了一個破綻 就是因為跟你見面 我們見面了就應該開城不公 如果抱著很強的戒尾心 我想今天我們的談話沒有什麼結果 開城不公 對 好 這樣 你我輪流問三個問題 必須如實回答 好建立信任 這是我的地方 你是客 你先問 我保證如實告訴你 好 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鑰匙為什麼會在你身上 什麼鑰匙 大陸銀行五一七號保養櫃的鑰匙 鑰匙就在他身上 拿這把鑰匙去玩家上社 找老康 玩家上社 老康 等等 你要以中國人的名義起誓 你一定會親自把這把鑰匙 求到老康手來 哦 也就是說你們懷疑是我殺的你球 所以你們才會來殺我 沒錯 你就不是我殺的 你就臨死之前嘱咐我 讓我把鑰匙 一定要找到萬家上社的老康 親手交給他 誰殺的 日本人 好了 三個問題問完了 該你回答我的三個問題了 我的三個問題其實就是一個問題 我是誰 你是誰 難道你不知道你是誰 我不知道 為什麼 我在救你球的時候 受到了腫傷 失去記憶了 失去記憶 那就是 通過找到老康 來恢復你的記憶 是 佟先生 實話告訴我 我真不知道你是誰 在你進入萬家商社前後 我們發現你在四處打聽老康 這樣我們 對你產生的警覺 對你身份進行了調查 才知道 你是紅龍寨的飛天龍 這些事情你們也知道 這些事情你們也知道 你們還知道什麼 其他的一無所知 對不起 我的回答沒有讓你滿意 今天的談話只能先到這 鑰匙 你不是老康 你一求臨死之前告訴我說 讓我在萬家商社找老康 我在萬家商社從來都沒有見過你 看來你還是不相信我 是老康派你來的 看來同董事長 不好夢啊 你這樣 你幫我轉告老康 你一求臨死之前 讓我把這把鑰匙 要親手交在老康手裡 他如果真的想要鑰匙 讓他來找我 哎幹什麼呢你 不能進去 哎讓他進來 哎哎哎哎哎 潘先生還沒事吧 大哥他是好人你別殺他 梁哥兄弟 放心吧我沒事 沒有人要殺他 行 你可以走了 潘先生 等一下還有一句話 我不瞭解你們所謂的什麼信仰 也不想瞭解 但江哥是我兄弟 我希望以後你們離他遠點 那老康也讓我給你帶一句話 希望你以後不要消沈下去 保重 唐非真是太聰明了 就差一點兒我就拿到鑰匙 最后還是功愧一愧 這麼說的實習記憶 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林秀同志 受到日本人的披禁 在臨鐘前把鑰匙交給了唐非 让佟飞到万家商社来找老康 所以佟飞到了上海之后 才在大陆银行 才在万家商社找老康 按照这个说法 他有可能是我们党的同志 因为失去记忆 所以到上海来寻找组织 这样 您让交动员把他的照片 交给我们的商机 看看我们商机知不知道这个人 明白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佟飞不希望我们 跟姜根走得太近 姜根已经不是孩子了 他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 这老康还是不信任我 弄了一假老康来找我 假的就假的呗 你找到真的能怎么着 他又不知道你身份的秘密 那不一样 大哥要找到老康 就能完成他的使命了 听见了吗 他都比你了解我 那是我的使命 你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份啊 我当然想知道 我们现在的日子不是蛮好的吗 你不是都想起以前的那些事了吗 说不定哪天你灵光一闪 就什么都能想起来了呢 是不是呀 什么什么呀 能不这么说话呀 你有没有想过 大哥有可能是共产党 也有可能是国民党 来天灵光一现 变成了日本人了 什么玩意儿呀 那可不行 这要成日本人了 我岂不是日本婆娘 这事我可干不了 大哥 你最近太消沉了 连老康都看不下去了 是啊 当家的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 这眼睛不是眼睛 这鼻子不是鼻子的 就你这样 贴到门上当门绳 都能把鬼给吓跑 对对对 大哥 你别这样下去了 哪天大小姐一回来 一看她这样 她不就心里多难受啊 我都难受了 干吗呀 是该挣坐起来了 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我一直担心你过不了这关呢 谢谢柯爷 谢谢杜贱 做大事的 通常都要过这一关 我们走江湖虽然心狠手辣 但人心都是柔杖的 儿女经常英雄忌断 如果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 很容易被自己打垮 是啊 我一直想去帮你的 但是柯爷说 你用不着腹 会上社 尽快地让上社的工作走上回头 帮派这边 还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你熟悉 明白 还是正事 董事长 丁总监定 先走 好好好 这样 以后商社的日常工作 就交给您来处理 谢谢董事长 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觉得 还是叫我老丁比较亲切 好 老丁 北风 码头上的事 以后还归你负责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丁总经理 是你的顶头上司 以后所有的事 你给我好好听他的话 听着没 丁总经理可是我在万家商社 最信任和最仰慕的人 好的 什么玩意儿把兔拿去 董事长严重了 有事 我会跟小北风商量着办法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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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进来 局长 我都说过了 都是自己人 别那么客套了 说吧 什么事 局长 最新消息 共党的一名通信员 将在明天通过万家码头 回到上海 他身上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 万家码头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万家商社的码头 那里正是曹邦柯爷的地盘 我们可不好执法呀 不好执法 那咱们就搞一个租借警方 和咱们上海警方的联合执法 有租借警方牵头 我们协助 这不就完了吗 有什么问题 让巡抚房跟曹邦去谈 这个注意好啊 局长 我这就去办 来 别急 帮我看看这个 好 好 董事长 黄探长求见 哦 快请 是 黄探长 请 哦 冯董事长 乃正风把黄探长给吹来了 您好 您好 快请坐 我是 吴师傅等三宝殿啊 您太客气了 您要是有事找我 您尽管吩咐 佟非一定照办 知道董事长忙 我就开门见山段 法族界公动局和国民政府啊 有一个协议 就是联合打击共产党 根据上海警方一个秘密情报 共产党一个重要的交通员 带领一个重要的文件 马上就要到上海 就在你们万家码头上岸 所以说工总局要求我们和上海警方 采取一个联合行动 抓捕真命共产党 您的意思是 要在我们的码头 开展日司抓捕行动 董事长是爽快的人 没问题 不是 这个码头啊 是你的管辖地盘 所以我有必要过来跟你通报一下 到时候别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好说 这样 我这就通知小北芬 让她全力配合您的这次抓捕行动 好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挡奖不挡奖 挡奖 您直说 董事长跟武警官之间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误会 怎么跟您说呢 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我其实不应该打听 但是 她是我师兄的女儿管辖呢 最近哪 她变得 变得怎么了 甭管是谁 只要在她面前一提你的名字 她就咬牙切齿 你们之间是不是产生了什么矛盾啊 我就 心思的 你是不是把她给 黄团长 您看您这话怎么说的来着 这没有 我佟非是那种人吗 那 那他 他怎么突然就变成那个样 黄团长 我佟非在这儿可以指天为事 我没做过任何对不起 吴警官的事情 我怎么跟您说呢 反正我现在这么做是真的为他好 我才出此下策 什么下策 您别为难我了 我真的不方便跟您说 那这么说 董事长有难言之隐啊 您要是能理解我 佟非感激不尽 你说你们当初原来这么好的朋友 我真不希望看到你们反目为仇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 别说您跟吴雷有这么曾关系啊 就是没有 就冲吴警官当初在上海帮了我那么多的忙 如果他真有一天做出一些事情来 我佟非绝对不会跟他计较 好 董事长是一言九鼎的人哪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黄团长 您有空的时候啊 帮我劝劝他 让他尽量别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 您觉得什么 哎 我尽力而为吧 啊 董事长 那我就 走了 我送了 好 哎 慢走啊 哎 请丁经理过来一下 董事长 老弟 上海警方 和法租界的警方啊 要在我们万家码头 执行一次联合执法行动 目的是要抓捕一名共产党的重要通行员 我呢 想让你通知一下北风 让他全力配合这次抓捕行动 这件事董事长 我觉得你直接给小北风打电话就可以吗 不行 你是他的上级 小北风是你的直接下属 还是你吩咐下去比较好 再说了 往后曹邦的事情一忙 我还想把万家商社的事情 都交付给你呢 明白 去忙 黄叔叔 黄团长 我要去参加码头的抓捕行动 码头的行动 我已经安排人了 你就不要参加了 为什么 对了 从明天开始啊 你的工作范围我给你调整一下 你去军安寺巡逻 不是 凭什么呀 凭什么 这你心里还不清楚 你跟佟飞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但是我也不想知道 我只是希望 你不能把个人的情绪 带到工作上 黄叔叔 那是我自己的事 你别管 是 我不管 我也管不着 但是工作上的事 我肯定得管 吕住喽 只要你穿着这身衣服 你就得听我的话 这么重要的情报 佟飞就这么告诉你呢 我预感到 他早就知道我就是老康了 他是想获得我的信任 让我在他面前主动 承认我的身份 这 这可不行啊 组织上是不会答应的 这我知道 行了 我们现在还是想想啊 怎么去营救我们的同志吧 我们的同志现在正在船上 根本同志不到 等他下船的时候来不及了 好 小鹏 江兄弟 潘先生让我来找你 这么着急找我 是有啥急事吧 这里不方便 换个地方说 江哥兄弟 我有一件紧急的事情想求你 啥求不求的 你有啥事就说 这个 你需要我帮忙 我肯定帮 是这样 今天下午 我们有一位同志携带一份 非常重要的文件 将抵达上海 他乘坐的客轮 会停在你们万家码头 但是由于叛徒出卖 警察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他们即将在万家码头 展开抓捕行动 抓捕我们这位同志 啥是同志 同志是干啥的 同志是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 但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这份文件千万不能落在警察手里 否则 不光是我 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志同道合的同志 都将人头落定 这么严重啊 非常严重 而且很紧急 不到万不得已 我也不会来求你的 这事不好办吧 我怕办不好 再给你们办砸了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于你了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小鹏 小鹏 既然和你是志同道合的人 那一定是好人 你告我 咋救 都安排好了吗 里里以外外都安排好 一只鸟都别想飞出去 看完什么时候的 还有半个小时 好 这要船一到咱们就上船抓人 是 不行 这我可知道啊 那船是在美国注册的 按照国际公约 反正就这块 这块和船上都是美国领土 你要上船抓人 那就是吃官司了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等他们下了船 不就是咱们的递劲了吗 随便抓呀 告诉你的手下 把眼睛擦亮点 只要人一下船 咱们就抓人 是 停下停下 所以呢 从资议和箱 是 发着 哎 華山上還有人嗎 剛查完 成哥們都已經下床了 奇了怪 這人還能飛的不是 船看完之後 什麼人上過船 除了這些碼頭上卸貨的工人 沒有其他人 快快檢查活物檢查活物 來武隊來了 哎 人呢 人呢 哎 表柜的 小彭在里面了嗎 啊 在地啊 哎 想什麼你啊 大哥啊 是我說 黃探長沒有抓到人 是不是有人走漏了風聲 碼頭裡都是黃探長的人 你怎麼會這樣 就算走漏了風聲 人也不可能插是非了啊 船看完以後 上船的都是咱們的裝卸工人 哎 別芬 你是不是懷疑 這些裝卸工人裡 有共產黨的內應 有這個可能 我說了你可別生氣大哥 什麼都廢話說 上船的裝卸工人裡 只有江根不在碼頭 江根 大哥你放心 我沒有跟任何人說 這樣 如果有人問起來江根呢 你就說他喝醉了 在你屋睡著了 明白 江根 太感謝你了江根兄弟 不過我實在沒想到 你竟然用一個大箱子 就把人救了 還騙了尋母方 你知道吧 你不僅是救他一個人 還關起到我們好幾百位 同志的生命 你再這麼客氣啊 就見外了 現在滿世界都在抓共產黨 可是我覺得你是好人 潘先生是好人 你們的同志也肯定是好人 這共產黨啊 是為天下窮苦人做事 那肯定不是壞人 所以啊 我肯定幫你們 感謝你對我當地姐 那肯定 我就是窮苦人出身嗎 小龐 我問你個事唄 我聽傳聞說 這共產黨都是共產共妻 這是真的嗎 你覺得的 不像 還有人說我們共產黨人 一個個長得像青面獠牙的 你看我像嗎 哈哈哈哈 喝茶喝茶 東家的 這都幾點了 就別等他了趕緊睡吧 再晚一等 他又不是小孩了沒事 這兒 我就是不放心 他肯定是躲過了 你們都還沒睡呢 啊 憲哥 大哥 回來了啊 大哥 去哪兒呢你 那什麼 我玩了會兒 你看 忘了時間了 我說什麼呢 去賭了吧 輸了贏了 沒沒輸 行了行了 憲哥 你大哥一直等你到現在 嗯 這菜都涼了 你吃東西了吧 我就給你熱啊 哎大姐 哥啊 就是在碼頭上 那些事我都知道了 啥事啊大哥 做人講義氣 能豁出命去救朋友 這事我認為做得對 大哥 你你說的啥事我聽不懂 但是你知道你救的是什麼人嗎 共產黨 你知道救共產黨有多危險嗎 我給你舉個例子啊 我不怕你做什麼事情 你做什麼事都行 你哪怕把天國捅出個大窟窿來 把金鑾殿燒了我都不在乎 我都能保你沒事 但是 你要是跟共產黨掺和在一起 萬一出了事別說我 十個科也都救你救不出來 你爹把你交給我 我是要負責任的 江哥 大哥 我知道你說這個是為了我好 是 我承認 今天的事是我幹的 可是我不是為了一切 他們總幫助窮苦人 他們是好人 我要不救他們 他們會死好多人呢 我都明白 江哥 我知道你善良 我知道你想救人 但是這一篇翻過去了 屁股我也給你擦乾淨了 再往後你要給我保證 一定不能跟他們再交互在一起 能保證嗎 江哥 咱們混到今天容易嗎 你告訴我 咱們能有今天的這一切 你告訴我來之不易 我是怕你出事 江哥 聽哥的吃不了虧 你給我轉過來 看著我 從明天開始 不许再去码头上班了 给我到茶楼里找点什么事干 嗯 哎 我是这么想的 咱啊 回头给家里边去封信 告诉老爷子 咱现在上海过得好 过得稳稳当当的 过两天把老爷子接到这来 带着老爷子 在上海好好的玩一圈 哎 让那杜娟 再跟你说一房媳妇 对吧 让老爷子看到你成了亲 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啊 行不行 我知道你想不通 但是想不通也得听话啊 三爷太好了 赶紧趁热吃 没用 本餐当有啥不好的 他们都是好人 江根同志在这次营救行动中 表现得非常出色 实在是太让我意外了 嗯 相信只要好好培养 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 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对江根的培养 一定要私底下戒心 不要再尽头同飞了 说到同飞啊 这次我们的同志回来 带了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看来组织上的决定是正确的 组织上再次指示 不许向同飞 透露我的身份 保险箱的有效期就要到了 如果我们拿不到那份情报 我们的同志 不就白白牺牲了吗 是的 他 上社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可以放心 各份公司都有妥当的人在打理 好啊 做大事就应该抓大方向 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安排好上社的事情 不容易 可以啊 以后每天我都会找您来 聆听您的教导 好 慢慢上道吧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这尘封已久的宝贝 知道这宝贝是什么吗 请科业赐教 这叫盘龙棍 是我们曹邦的 镇帮之宝 盘龙棍是乾隆皇帝 赐给曹邦的宝贝 历年来都是有帮主保管 只有拿着盘龙棍 才有权利号令帮众 干你呀干你 哎呀 快 快 这些活哪里是你干的呀 我咋不能干了 哎呦 这些活啊是这些伙计们干的 你现在是三爷了 不用干了 我大哥让我上这来干活 我不干活我干啥 你放下放下你听我讲呀 来来来听我讲 来 来坐下 你啊现在啊就泡上一壶茶 磕上点挂子 磕了呢就喝茶 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 你这一天的活就干完了呀 那我不就成甩手掌柜的了吗 你这个话真的讲对了 你现在啊真的就是甩手掌柜的 我这还年轻一身的力气 你让我吃饱了啥也不干 那我不就成吃饱蹲了吗 甩手掌柜的你就别管了啊 我我去干活 哎哎 你不用管我 你这样我 我怎么给你大哥交代呀 哎呦 这那你没办法 同飞啊 这就是 草邦最神秘的地方梅花汤 这些成员都是我亲自挑选 受过严格的训练 有些人和你已经过过手 平时他们负责我的贴身安全 关键的时候执行特殊的任务 行了 从今天起 他们就是你的手下 见过你们的藤主 见过的藤主 见过的藤主 以后大家都是兄弟 起了吧 行了 都起来吧 童飞啊 你别介意 他们虽然是你的手下 你还没有权利去使他们 只有你拿到潘龙棍之后 才有权利让他们为你卖命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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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话堂的这些人都是一些胡狼之士 要管理好这些人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记住 要让他们对你心存敬畏 要让他们知道只有你 才能要他们的命 坐 几次做做人情 用钱把他们为报 要让他们看到一辈子都见你的 知道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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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就待十分钟啊 我都等你十一分钟了 哎呀你干嘛呀 知道这不能停车吗 是是是我知道知道还往这停了 这不是离的 禁不方便你 哎 咱老朋友了 给个面 你 姐姐有点不高兴姐特想秉公执法 那么多车你不贴 你非要贴我的车呀 你这不是公报私仇吗你 对呀 我就公报私仇啊 我就仇你不顺眼 那些车我都不贴 我就贴你的 我见你一次罚你一次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是不是喜欢我 哈哈哈哈 看你那样啊 哎 什么呀不会 什么意思 太少 今天就带这么多 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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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量商量商量 行 那我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 好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要是回答的让姐高兴了 以后爱停哪停哪 绝对让你高兴来吧 我有做过对不起你大哥的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作证一次也没有 我有说让你大哥娶我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作证一次也没有 你大哥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吴雷有拒绝过一次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作证一次拒绝都没有 你那个姐爱吃醋吗 自打你姐来到上海以后 我有给你大哥添过一次乱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作证一次都没有 而且我姐也没有因为你跟我哥生气 姐仗义吗 太仗义了 男中好几女中好几 够意思吗 太够意思吗 那你告诉我 你大哥他凭什么这么对吗 是啊 他凭什么呀 他凭什么 你问我干嘛 你问他呀 他凭什么 他凭什么 你觉得你大哥是个什么人啊 我哥来人 重情重义 那是忘恩负义 他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 哎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他怎么是过河拆桥的人呢 啊 他那么尊重你 他平时这么对你 那肯定有他的想法 要不然这样 你求求我把这个撕了 我找我哥跟你说说去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呦 你想的真美啊 是哈哈哈 用不着 我们俩的事我们俩自己能解决 这样吧 你去把他约出来 让我见到他 我当面问清楚 这又不行啊 就我大哥呢 跟上个台的大明星一样 一般人见不着啊 见不着是吧 是 好 那下次 让你连车都见不着 站住 不就一张罚单吗 你给我哥的事 你拿我出什么气啊 不就几块钱吗 你罚吧 也我不在乎啊 有本事你罚一个月 省得麻烦 跟我较劲呢是吧 我治不了你 我还治不了姜根吧 是吧 柯爷 黑五 你已经很熟悉了 他的主要地段 是公共组结 除了开组长 军火 是他的主营业务 现在兵荒马乱 各路军阀需要军火 国共两党打内战需要军火 事案不好 有钱人需要卖墙防身 也需要军火 所以说 军火生意 目前是 操绑最挣钱的义务之一 可以啊 共产党的生意在做 为什么不做 只要挣钱 都做 只是做得要周密 不要让人抓到任何的把柄 明白 黑五啊 我让佟飞做梅花糖的当主 你这心里一定不舒服吧 小五的命是科研您给的 您说什么 小五照做就是 希望你 演出鼻心 写的真好 关大嫂 吴警官啊 张哥呢 在里面 我去叫他啊 你坐 走 站住 吴警官来找你了 来了 你们先坐啊 我给你们起茶 好谢谢啊 吴警你咋来了 你不是在码头收保护费吗 怎么又回茶馆干活了 我自己有手有脚的 那种事我干不了 就是呀 那种事怎么能让你去干呢 就因为你大哥让你去码头收保护费 我去找你大哥 我跟他大吵了一架 大吵了一架 就因为这事 你大哥 他现在躲着不见我呢 是吗 好 鞋哥 你跟姐说说 李大哥为什么躲着不见我呀 这个我也说不好 不过 哎哎我们姐来 来喝茶 哎来来小心点啊 来 吃瓜子 吃瓜子 来来来 你刚刚说 你说不过什么 我大哥这个人你知道 他对朋友亲人都没得说 他要是不见你 肯定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那你就说说 怎么个为了我好 五姐 你喜欢我大哥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你觉得 我大哥会和你成亲吗 我又没想和他成亲 那你没想跟他成亲 那你为啥要见我大哥呀 那那做朋友不行吗 哎呀呀算了算了 跟你说也说不明白 你自己都说不明白 你还来问我 哎呀蒋哥 你现在可以了啊 几天不见你 你这嘴巴厉害了是吧 小二兄姐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小鹏那我送送你 哎五姐你先坐 这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来说 这人 还要员 你父别没想法 你 我来说